好来看串流平台减价的减价 分润的分润 迪士尼串流平台Disney家 上个月呢 称霸全球订阅户最多 赶上了15年的老大哥网飞 Disney Plus宣布在12月 要推出有广告的订阅方案 而网飞呢 赶快提前实施广告方案 来挽回救护数 那么另外呢 网络已经龙头YouTube 不断推出新策略 来跟抖音竞争 现在YT宣布 要让短影音的创作者 可以参与广告收入 分润45% 无论是健身恶搞 还是把当红节目片段 做成YouTube短影音 背后的创作者 都有望从明年起 分到45%的广告收益 YouTube has created a new mechanism for creator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format which it say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nd so they'll be rewarded for creating these videos YouTube目前一般影片 创作者能获得55%的利润分配 如今让短影音也有份 为的就是力拼劲敌抖音 抖音两年多前 风靡全球爆炸性成长 让倍感威胁的YouTube 随即在2020年9月 导入最长60秒的YouTube shorts 短影音服务 目前月浏览人次已经超过15亿人 这间网路影音龙头 更在今年4月 提动1亿美元的基金 鼓励用户多多发挥创意 拍短影音 如今在推出全新的收益分配计划 不但规模比一次性的基金更大 也让创作新手 能够以更低的门槛获利 而拥有YouTube的谷歌 今年上半年的广告收入 则达到142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 以短影音起家的抖音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目前已经有40%的美国年轻人 把他当作搜寻引擎来使用 尽管一份上周出炉的调查才指出 大众在抖音上搜寻到的资讯 有将近两成是错误的 人不减齐受欢迎的程度 据串流影音龙头Netflix 在今年面临首度的用户流失 市值蒸发数百亿美元后 市场看好成群不到三年的Disney Plus 以全球总订阅户来说 Disney Plus才在上个月宣布 冲上2.21亿人 已经超车耕耘15年 Netflix的2.2亿人 此外Disney Plus还宣布要推出 有广告的订阅方案 每个小时最多4分钟的广告时间 Netflix则打算把原定12月 推出的广告方案提前一个月执行 两家都是月付7.99美元 这个月中还举办了两年一度的 迪士尼博览会 公布包括Disney Plus在内 未来两年的制作计划 亮相的像是将在明年上映 迪士尼经典电影 印第安娜瓊斯最新的第五集 从年轻一路演到老的主角 哈里迅福特也亲自站台宣传 含泪致谢 另外经典卡通小美人鱼 全新改变的真人版电影 也曝光第一支预告片 不同于典型迪士尼公主电影 这次找来飞翼女星荷莉贝莉 担任女主角 除了电影外 跟发布一系列全新电玩游戏 这款四人合作的冒险游戏 2023年会在任天堂Switch上线 今年则有紧张刺激的赛车游戏推出 群雄并起的时代各家推陈出新 力求不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